昨天金秀贤开启了自己的重粉日 INCE和泡泡同时更新 并且好好体验了一把泡泡恢复的新功能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愉快的沟通体验 当然在这些事情发生后 当然也少不了福尔摩斯绣冰的出现 对信息含量最高的INCE进行了拆解和辨别 真的很难不让人拍着大腿叫绝 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 金秀贤更新了INCE 这次更新与此前常驻德国的他不同的是 金秀贤一共发布了自己4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并且有几张图片让人感觉到熟悉 还有很多可以拆解琢磨的东西出现在了画面中 此前在金秀贤更新德国街头两张背影的照片时 当时大家就在聊为什么不露正脸啊 其实不少明星喜欢背影更新社交平台 一是因为背影照片能留给粉丝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期待 二是对于私人空间非常看重的明星 背影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分享方式 既能和粉丝互动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隐私 当然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瞳孔中能被看到拍摄者的隐私 从而把未证实的猜想直接坐实 在当时街头背影照片流出后 因为金秀贤此前的ins很少有背影照 眼间的几个粉丝们拿出来对比 认为此前金秀贤的背影照片基本对焦的是中间滑线是背部 《眼泪女王》播出后的背影照对焦头颈部的福尔摩斯秀兵们 甚至用几何勾图做出163拍180身高的对比 先不说谁拍的懂得都懂 而且对比金智元的拍照特征 除了摄影师拍摄的部分 他更新的自拍内容 我们能看到往往色调是更加偏暖色调的 而这一点也与他用的手机有关 这一点被用同款手机的粉丝证实 而金智元最让粉丝熟悉的是他的三分构图法 构图习惯会打开网格线 人物一般不居中 把拍摄主体置于九宫格的四个焦点中的 其中之一或几个点上 我们再来看金晓贤近期的照片 很多都开始属于这类型的内容 并且他在拍全身照式 脚对齐最下端会拍出超级大长腿 这次虽然没有下半身 有秀兵甚至用AI做图补齐了 当时就有人认为 金晓贤更新的照片内容里 基本没有正面的照片 全是背影 不管是钟表下被网友猜 是否被金智元拉着手 还是火车站和街头露出的背影 都让人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假如这些女友视角 真的是女友拍的 那他一直上传背影的原因 是不是怕被看到的观众 放大看他瞳孔照人 然而这一次 他不单单更新了正面照 还包括三张戴着镜子的照片 我们都知道镜子更大 能反映出的信息会更多 拍摄者甚至可能因此被网友挖出 而事实也是如此 在一次四张照片更新后 不少粉丝放大了前三张的细节 在第一张金秀贤蹲坐在角落 读剧本的照片的玻璃中 我们能看到一个偏细 食指和中指分很开的拍照手势 不少秀兵当即联想到了金智元 在生日当天 被印尼粉丝和神秘的维他命军团 送上应援军后 站在车前拍照的场面 手指形式出现了重合 甚至还有人看到了金智元 熟悉的动动鞋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024年 明星们对玻璃等的把控 已经相当注意了 经过模糊处理的内容 无法进行进一步对比 但这张图更豪平的一幕出现了 我们观察金秀贤此前剧作 包括在《眼泪女王》中 他自己的剧本 往往都会选择横板 带夹子的 然而蹲角落读本的画面里 却是一个数项的本 而金智元常用的读本 几本都属于这个范畴 当然这也并不是否认 刚好没带着工作人员要到的新本 第二张图的咖啡照 相信大家不要太熟悉 因为我们很早之前 就已经拥有了双金互拍的铜款 只能说画面角度不同 而这张照片的调色等方方面面 与此前的互拍不要太相似 网友也再次提到了 金智元铜款手机拍照 不能避免的光线问题 而关于这一场景的 金学贤金智元照片 我们能找到很多个版本 还包括当时贴在墙面上的亲密合照 不过也因为照片中 玻璃镜面的存在 很多人都去放大寻找拍摄人 而相比于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拍摄人的性别 模糊的长发 女性形象能确定 至于是金智元还是工作人员 没办法给出完整的定义 根据同款照片可以看出 金智元当天的发型 却是与影子相似 且身穿的蓝色上衣 在镜子模糊的角度下 是偏黑的 也属于能对应上 而第三张图的镜子就有趣了 明明是为拍摄主体的金晓贤 站在镜子对面 按理说这张图更容易被看到拍摄人 但反常的是 我们从照片中看不到一点痕迹 这一现象就有趣了 既然特殊模糊处理后 能让人根本看不到痕迹 为什么在前两张照片中 会故意的留下模糊的身影呢 当这个问题出现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其实三张同样有镜子存在的照片 其中不管是手还是长发的虚影 都是可以被处理掉的 但之所以模糊的露出 一定是为了引发粉丝之间的猜测和讨论 而其实他读书版的剧本 是否拿了金智元的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粉丝间流传了 更加坐舍了 此前对于金秀贤 会根据舆论反馈 做改变的行为 而他确实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一次更新后 评论区我们能看到大量对于拍摄者 是金智元的猜测 还多了很多催婚的声音 如果在结合晚上 他在泡泡用回复功能 一碗水端屏与各地粉丝互动后 专门与一位提出无理要求的粉丝留言 放我一码吧 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管是引导舆论猜测 还是大范围的回复 作为亚洲顶流的他 很明显是在和维粉做拉锯 在事件评论中 有这样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金秀贤的行为 有点像用钥匙的 低定剂量法 当起始剂量不足以控制病情 那下一次当然要加大剂量 直到疗效满意为止 金秀贤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接受他的决定 通过反馈调整策略 稳稳推进 真的不要太勇 而且如果在之后 能走到最后 这一对CP也将成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典范 面对舆论不否认 金秀贤甚至亲自下场 引导舆论 可以说真的是第一勇哥 如果有人会好奇 为什么会坚定的认为 金秀贤在引导 自身的CP舆论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两个字 捆绑 我们此前有聊过 能理解 编佑西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对CP爆红后 死死抱着 金慧云不放的行为 但却无法接受 金秀贤这样一个 亚洲顶流明星 在聚集完结一个月 依旧主动的与 后辈金志源捆绑的行为 可能这时有人会说 这是金秀贤的更新习惯 据波比之后会持续更新 但是当你在数天数和照片章数时 其实已经发现了不同 他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挑选 并且高度相关 不管是走不出 仅仅拍摄一个月的德国 还是两张龙头李家门口的更新 可能这次四张图 不耍人叹了口气 还是走出德国了呀 但是既然数过金秀贤的更新 就会发现 还极少四张图连更 仔细看一下他的印子 这是第一次四张照片一起发 只有两次照片数大于三张 另一次是五张 应该是去美术馆 然后每次多张照片发送 也是发到同一天 在同一个地方的照片 这样子完全没联系的发图 也是第一次 那么这次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寻找相关内容 金志源当天代言的广告商 刚好封出了四张图 而对比金秀贤的印子更新 照片角度 朝向 行为 都极其相似 并且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 烧酒广告拍摄时 他露出的肩膀 广告花絮释出时 建民会售票前新加坡活动中 这些巧合的更新时间 无一不再让人把他们联系起来 而这些行为 对于这样一位顶流明星而言 如果不是真的爱到疯 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了 待会儿 您等会儿 您的 Ask坡活动中